师父那一天帮一个弟子问到一半的时候 他的电话线就断掉嘛 然后现在他想知道 就是88年的龙男的 他想知道他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76 76张好的 这条龙我告诉你 过去蛮好的 后来就是有点成名女色 听得懂了吗 可是他也是到了谈恋爱的年龄了 谈恋爱 谈恋爱就是乱玩了 谈恋爱 不过他没有去乱搞这些 没有乱搞在网上乱看就叫乱搞 听不懂啊 脑子里天天想着女人那种事情的话 你说说看算不算邪淫啊 哦 哦 对不对 叫不叫犯罪啊 举个简单的一句 你没去抢银行 你天天脑子里想去抢银行 你是不是犯罪啊 脑子智慧 思维叫犯罪吗 对对对 对对 意念犯罪会大过于 不一定 不一定 就是说 就是说你意念想 比方说你意念想了一个小时 对不对啊 你比方说想五个小时 想一天 那你基本上就已经属于 如果你一天当中都在想这个坏意念 那你基本上就已经行为了 对得懂吗 如果你今天只是想了一个小时 或想了五分钟 那么这个意念呢 还不形成一个罪孽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如果是有圣意念的时候 真的是不小心看到一些网上 因为太多一些不好的自信 这一些 不能点进去 不能点进去 听得懂吗 我不能点进去 跳过就算了 跳过就看过就 好 对他感兴趣了 你已经协赢了 好好好 你开玩笑了 这么容易的 学佛 干净 什么叫干净啊 你一条一件白春衫上面 你说说 他弄一点点木 不知的话 看得清楚吗 还是有一件点 好了 上面叫脏了 也是脏了 好了 明白了吗 师父 如果我们 一般我们一直上网 有时住人会看到很多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们看到的时候 马上念 欺负 灭罪真言 欺什么 欺负 灭罪真言 都不要念 因为你看进去了 你才要念 对不对啊 你说的 你看看有修养的人 看到他会盯着看不来 看都不要去看 你都不要去理他 这种肮脏的东西 就像一个两个动物一样的 那这种东西 真的搞乱七八糟的 像娱乐圈这种八卦新闻 今天跟他好了 明天跟他好了 哎呀 你们不懂的 你们不会 哎呀 佛叫我们 看这个人跟人 哎呀 你要看 看这个人 你看表面没用啊 你看里边多脏啊 你看看看 你看看 人喜欢这么脏的地方 你说说看啊 鼻子鼻子 眼睛眼睛 耳朵耳朵 哪个地方没有死啊 脏啊 喜欢那么臭 要死了 真的 我都不知道 你们怎么想的 是的 我们好好忏悔 好好忏悔啦 左话右 画的话没用的 脏的呢 里边多脏啊 鼻孔往里边 再看一点点 都是细菌啊 鼻涕啊 鼻屎啊 你看看 再怎么美女 也没用啊 对不对啊 耳朵你往里边 再看看 是什么东西啦 嘴巴里看看 这个牙齿啊 脏的呢 臭要死的 全是牙齿啊 你这样看的话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整天 都沉迷 沉迷于女色呢 蓝色呢 恶心都恶心死了 听不懂啊 嗯 想到 都要吐了 啊 好啦 好啦 这只不过是 头上的啦 其他地方 脏的地方 还要讲吗 嗯 对 好啦 对 我们好好克制 感恩师父的 开始 用这种方法 我们就克制了呀 嗯 就是恶心 啊 好啦 感恩师父 都要吐了 谢谢大家